大家好,我是大雄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表示 乌军已经开始使用美国援助极术弹药 乌军正在向巴赫木特、马林卡和扎布洛方向 俄军阵地发射极术弹药 乌凯兰陆军司令希尔斯基表示 最近几天的情况表明 乌军可以在巴赫木特方向继续向前推进 对抗巴赫木特的俄罗斯军队 他称 乌军在巴赫木特的推进首获成功 乌军正在不断地攻击巴赫木特的南影 俄乌双方对多个制高点展开反复的争夺战 在克里西弗卡西南方向 乌军正在扩大控制区 在巴赫木特北面水库区战斗还在继续 乌军以轻型装甲车为突击火力 掩护乌军步兵小分队前进 俄军炮兵群对乌军进行多轮轰击 现在战斗还处于拉锯战阶段 出乎俄军意料的是 乌军已经开始利用占据在三面制高点 向巴赫木特城区发射每一只极树弹药 在巴赫木特市区驻守着俄军第72摩布铝 第9海军陆战队铝和第4摩布铝 等1.5万到1.8万首军 乌军居高临下反复使用极树弹药 轰击城区残存的建筑物 对于在加布鲁热完整攻势群内的俄军来说 乌军的极树弹药没有多少威力 根本打不穿俄军的掩体 但是巴木特则不同 这座城市已经几乎被炸成了废墟 俄军缺乏攻势掩护 乌军才会在这个方向大量投入极树弹药 覆盖轰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发言人安德热 科瓦科夫表示乌克兰军队已取得了部分胜利 以达成的边界线内盘踞 俄军正在顽强抵抗 动用后卫力量损失惨弱 巴木特角入战之所以能打出效果来 那自然双方都得不断的加码才行 那么俄乌两军为何要这么搞呢 对于乌军来说 巴木特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而乌军控制着巴木特背后的高地群 因此乌军可以有效的支援这一方向作战 消耗俄罗斯有生力量 对于俄军来说 俄军已经在巴木特两翼 投入散兵第98师 散兵第106师 还有第83空突率 和车臣武装部队3万多人 就是要在巴木特两翼 狭窄的防线上消耗乌军进攻力量 俄乌双方都不断的投入力量 导致巴木特变成持续的角落级战场 集中于一个地点博弈 总好过整条战线全面开花 在第一次巴木特战役 从2022年8月战斗到2023年5月 普里格金宣布 在巴木特战场 瓦那集团阵亡2万2千人 负伤4万人 乌军5万7千人死亡 8万5千人负伤 而第二次巴木特战役 从2023年6月又再次打响 这次则变成了 俄军守城乌军进攻 第二次巴木特大战 还会有成千上万俄军和乌军 战死在这片废墟当中 巴木特已经耗尽了 瓦那集团的精锐力量 如果再把俄军 两个散兵师耗尽了 俄军将会丧失重点进攻能力 现在 乌军把北约装备旅等少数重点部队 都集结在了第二线 把二等田线部队大量争调到第一线 在巴木特战场 乌军除了第三亚速突击旅 其他都是二等部队 一个北约装备旅都没有 乌军就靠这些 只有少量装甲车和民用皮卡车的二线部队填线 同时以后方炮群压制 以掩护这些二等部队 反复冲击俄军防线 乌军并没有完全对巴木特形成三面包围 现在乌军重点还是在南北两个侧翼继续前进 但是乌军远程炮兵和火箭炮 已经可以从三个方向覆盖巴木特战场 因为整个巴木特战场也就是一个宽度30公里 长度9公里的战场 在这个区域各种无人侦察机满天飞 根本就没有什么部署是可以隐藏的 因此乌军重点两翼推进以缩小包围圈 但是乌军并不进入市区打巷战 而是靠高爆弹和急速弹空击市区 杀伤俄军暴露的有生力量和补给线 乌军的9个北约装备旅都已经投入战斗 在库班方向乌军投入了第116基部旅 第18基部旅 第82空突旅 第47基部旅和第33基部旅 在弗洛达方向投入海军陆弹队第37旅 在克里米纳投入第21基部旅和第32基部旅 有英国媒体分析称乌克兰军队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 冒着俄军战机轰炸 武装直升机打击 还要穿越数万颗地雷组成的地雷阵 才能打到俄军多道防御攻势的前面 因此乌军虽然反复冲击 但是战果却很少 同时再过几个月冬季就要来临了 俄军还在继续加强攻势 现在留给乌克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到了明年 西方多个国家要进行大选 有可能按照现有控制区再来一次明斯克协议 现在对于乌军最困难的是弹药 要打光了 俄军一直保持着每天2到4万发炮弹的强度 乌军每天只有几千发炮弹 火力是俄军的七分之一 乌克兰这样的弹药消耗速度是北约从未想到过的 在一年半战争当中 乌军已经消耗近200万发炮弹 北约集团多年马放南山 更是使得弹药产能荒废 虽然美国和西方集团也在加速弹药生产 但是要看到效果要等到2024年以后了 在乌军弹药即将耗尽攻势顿挫的时候 10万俄军在库布扬斯克方向的反攻已经开始了 美国开始援助极数炮弹了 不得不说啊 美国人算的太准了 俄军不进攻就援助SBD炸弹 俄军进攻就援助极数炮弹 因为极数弹药对俄军坚固防线一丁杆作用也没有 但是俄军一旦开始进攻 俄军步兵就要在开阔地上展开攻势 这才是极数弹药的真正目标 从泄露出来的战斗画面来看 极数炮弹对于俄军步兵非常的有效 甚至由一整支俄军步兵纵队沿着树林深夜穿插 遭到乌军的极数炮弹反复轰击 伤亡惨重 在库布扬斯克方向 俄军攻势也陷入到乌军的地雷阵 远程炮击和极数炮弹打击下进展缓慢 乌克兰第41机械化旅2800人 抵达已经增援库布扬斯克 该部队装备有94辆防雷车 以及四台多管火箭炮和25门野战炮 排击炮 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有相当困难 西方集团已经摆出了打长期持久战的架势 德国已经宣布到2027年援助 乌克兰价值190亿美元武器装备 欧盟也宣布到2027年援助乌克兰 224亿美元武器装备 即使不算美国呀 在未来四年 乌克兰也可以每年得到价值10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现在欧美的战争机器都已经开始发动了 军火产能都在扩大 如果继续打 虽然俄军有可能保证攻投四周大部分区域 但是北约军工集团也已经在战争当中被动员起来 新型武器和战术在战争当中得到检验 北约和乌克兰将会长期对俄罗斯构成压力 如果俄军失败 退出攻投四周俄控区 那么俄罗斯的退让将会导致北约更加嚣张 同时压制住俄罗斯以后 嚣张起来的美国和北约集团 有可能在亚太地区进行冒险 要想停战 就必须打腾美国和北约集团 否则随着美国和北约集团军工产能不断扩大 对共援助不断增加 俄罗斯必败 乌克兰必胜的条件已经到来 好了 本期大雄就讲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